让我们看一下 麻烦你把这个化解 好不好 他说把化解是AK字几次? N次求N的答案 怎么做?一样 好不好 麻烦你一件事情 把这些根号改成指数 好不好 所以说我才能强调为什么要学指数 指数为解决什么?解决这些根号的问题 但你看一下 我从最里程 好不好 先从最里程这个化解起 好不好 慢慢去化解 好 来 这根号 开34 这根号AKS 我们都先不要动好了 好不好 这AKS可以写AKS几次?一次 这样行不行 好不好 除以 这AKS平方 开30 开30 把字数为解 三变其三分之二 所以写到这边是根号 开34 这根号AKS行不行 这一样根号怎么算? 麻烦你 相除次数 把它相减 减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相除次数 相减 一减三分之二 一减三分之二剩其 三分之一 好 需要这边是再继续化解 根号开34 这根号代表是AK几次? 二分之一次 乘3 证明我们是AK三分之一 对不对 再开两次 什么叫开根号? 开根号代表把次数随几?二 所以三分之一除以二 变AKS变几次? 六分之一次 这边一样 把相乘次数加 加 加 加起来四几? 六分之三加六分之一 六分之四 六分之四是三分之几?二 再开三次 开三次 意思是什么意思? 把这次数除以几?三 除以三就乘上 三分之一 变成AK几次?九分之二次 那样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 把这边看一下